大家看见黄瓜长得怎么样 基本上都是一人高啊 可以看到吧 就这么高 那么很多朋友说 你们这个黄瓜产量怎么样 它这个一亩地能产多少 怎么说呢 实际上像这种黄瓜 一般都属于一个无限生长型的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水肥 可以跟得上 你管理的比较好 它按道理说是可以一直长一直长的呀 你看大家看一看 它这个根 都在这个下边盘着的 这个根的话从这开始吧 现在的话这个黄瓜高度 应该有一个这个两米多了 至于这个产量 大家可以看到吧 基本上都是一叶一瓜 或者两叶一瓜 一般情况下这个黄瓜 如果说你水肥跟得上的话 长一个十几米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所以说像这个不要再问黄瓜产量了 这个看个人本事 这种的好的比你这个种植差的 这个产量翻一翻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再一个很多朋友说 为什么你们这个黄瓜都长这么一人高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黄瓜呢 因为它长得太高的话 第一个是受这个棚顶的限制 再一个你这个采摘的时候也比较麻烦 所以说一般这个种植黄瓜的时候 就只长这么高 它这个瓜的话你随手就可以摘掉 等它这个姜子长得比较高的时候 咱们就开始落腕了 至于落腕 就是刚刚大家所看到的这样 在下边就盘成一个圈 这样的话呢 长得比较高的黄瓜 它后来会盘一圈一圈又一圈 那么这个怎么盘呢 就根据你这个黄瓜自然盘就可以了 你就稍微往下一落 你看它怎么盘 无论你是逆时针还是顺时针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要注意一点啊 不要觉得这个强迫症发作 这个基本上都是顺时针的 突然间出现了一个逆时针的 我就非得给它弯过来 像这个情况下呢 基本上你这个瓜受的损伤很大呀 大家好 我是孟琪 像我这个前两期说 这个黄瓜最终长一个这个十几米 像这个很多朋友说 我怎么没有见过这个黄瓜长那么高呢 那是因为这个黄瓜的根系比较弱呀 它到后期的时候很容易出现一些 这个各种各样的病害 所以说像很多朋友们 他们种着这个黄瓜的时候 一般往下这个落万落几次的话 感觉就可以了呀 就没有必要种太长时间 再一个呢 像这个黄瓜到后期的时候 你想想看 像它后来剩的这个 它都已经长达一个十来米了 所以它这个消耗的营养也是比较多的呀 所以说很少有人把这个黄瓜 种的这个十几米的一个高度 再一个你这个每次落万都是比较麻烦的呀 一般掉万的时候呢 假如说在这个高度刚刚好 都会在这个位置呢集一个这个活块 然后绳子就这样 顺着这个刮秧 掉到这个铁丝上面 然后等到这个刮长的比较高的话 咱们往下落万一般落一个二十公分 这样的话这个绳子是不动的 它只有这个刮秧往下下坠 然后咱们把下面这个活扣给它解开 然后借到上面一个高度 还是同样的一个位置 咱们绳子不变 只是这个刮秧往下下降了二十公分 像现在的话呢 稍微省事一点 不过也是比较麻烦的 现在都是这个落万夹 就是这样一个夹子 你看现在夹在这个位置 如果等这个黄瓜长的比较高的时候 这个头一直往下涨 涨到这个位置 咱们这个时候呢 只需把这个夹子给它解开以后 然后呢 因为这个夹子跟绳子是在一块的呀 然后夹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往上夹一个二十公分 它下面这个秧子呢 会自动下降二十公分啊 简单了许多 至于这个黄瓜 是这个长多少米比较好呢 还是根据你这个自己的情况吧 咱们下期见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孟琪 我身边这个是南瓜的大棚 跟咱们日常生活中种植方法不太一样的是 它这个全部都是钓蔓种植啊 每个都钓起来了 南瓜一般都是这个双蔓结瓜的 所以说就是两根绳 你看这两根绳 那么问题来了 很多朋友说 你看用这种绳子这么细 我种的那种菜南瓜呀 一个南瓜结的比较大 种了高达这个十几斤 这样的一个小绳子可以吗 怎么说呢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呀 一般南瓜很少去这个 钓蔓种植的呀 不过这个方法是绝对可行的 咱们在家里边种植的时候 如果说嫌这个南瓜占地面积太大的话 也是可以这样去做的呀 大家看这株长得比较高的 很多朋友说这个南瓜太重了 会把这个蔓给它坠下来 这个是不会存在的 你可以放心 这个你无论如何呢 它也坠不下来 它除非说 把这个钢丝给它整个的全部坠下来了 如果说你这个大棚里边 南瓜种的比较多 个头比较大的话 咱们这上面这些东西呢 肯定是要编一些比较结实的东西 再一个这个绳子 肯定是选用一些质量比较好的一些绳索呀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像一些这个农村里边 他们这个南瓜在屋顶上爬着 有的时候那个大南瓜特别高 在半空中吊着 它依旧是坠不下来的 所以说咱们这个吊腕种植肯定是可行的 这样的话你也可是比较方便管理的呀 看去比较整齐 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南瓜因为它叶片比较大 它比这个同类的 甜瓜啦 黄瓜啦 叶片要大很多 所以说它这个拢一拢之间这个拢沟呢 肯定要宽很多呀 如果说你拢比较窄的话 你看 像咱们在这个拢之间行走的时候 就很容易把这个南瓜给它破坏掉 所以说咱们在这个种植瓜类的时候 这个拢沟的一个宽度 跟咱这个种植的作物有关 像咱们自己在家里边种植的时候呢 宁愿宽一点 千万不要窄了 大家好 我是孟琪 前两天有这个朋友问我说 孟琪你在这个农大这个实验田里边 它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哈密瓜品种呀 啥 哈密瓜 你来看这个行不行 这个是不是哈密瓜 像我这个朋友 一看都是没有种过瓜的呀 其实哈密瓜呢 它不能算是一个品种啊 它应该也属于这个甜瓜的一种啊 大家可以看我旁边这个瓜 这个呢是这个网纹田瓜 至于哈密瓜呢就是网纹田瓜的一种 为什么叫哈密瓜呢 它是一个这个地域性的称呼 它呢就像这个什么阿克苏苹果啦 这个吐鲁番葡萄啦 一样的一个称呼 它只是因为这个 在哈密当地种的这个甜瓜比较甜 口感比较独特 所以说它们叫这个哈密瓜 它就是这个甜瓜的一种啊 大家别再搞错了 至于网纹田瓜 它的品种就比较多了 你看 这是一种 这个呢 又是另外一种 它们长的也不一样 这个颜色深度也不像 这个网纹的这个程度也不一样 可能现在看上去呢 它这个网纹还不太明显 等再长长 它这个外边的表提样会裂开 它的网纹呢非常好看啊 已经有朋友问了 说这个哈密瓜明显长的 跟这个普通甜瓜不一样啊 那是因为它这个低呢 品种本身就有点差异 它那个个头比较大 再一个它外边会有这种网纹 所以主要的是 它们当地这个气候比较独特 所以说像咱们在这个 其他地区想要种植这些 类似于哈密瓜一样的这个瓜的话 我建议还是就是选择一些 比较这个 优秀的品种吧 因为你不可能种出 跟它们这个当地一致的瓜 因为在不同的环境下 这个作物长的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呀 毕竟古语都说了 菊生淮南则为菊 菊生淮北则为止 在这个农业方面 这个不同的环境 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呀 大家好 我是孟琪 上海系我说这个南瓜 钓腕种植比较好 但有朋友问说 这个西瓜可不可以去钓腕种植 咱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个实际例子呀 这个棚里边种的是西瓜 像前面是这个直接 爬地种的 在前面的这些都是这个 钓腕去种植的 可能这个瓜长得不是太好 因为这边这个虫柴问题比较严重 他们这个就是试验这个 虫柴问题的一个影响呀 咱们首先看这个果形 像这个直接在地面上种植这个瓜 因为它光照的话呢 它不能360度全方位的接受这个光照 所以这个瓜很容易畸形 尤其是表现在这个 埃地的那一面 它接受不到光照 它这个颜色会比较浅一点 而像咱这个钓腕种的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它吊在这里边呢 它可以这个 全方位的接受这个光照 所以这个色泽呢 是比较好的 但是可能很多朋友说了 这个瓜是不是由这个圆形 变为了植圆形 因为这个重力的原因 其实这个影响不大 它长着长着就会变圆了 其实最主要的一点 还是这个利用面积上 大家可以看到吧 你看像咱们这个吊腕种的瓜 这种了两行 占地面积还这么大 但像这边瓜可以看到吧 咱们两行之间 你看这个笼沟是多宽 相对于这个笼沟的话 它这个可以节省很多的面积啊 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个种植户而言啊 这个瓜的话本身价格呢也不是太贵 你肯定是以这个产量来算的呀 你想想看如果说你这个同样的面积 你种植一个3000颗 和种植个5000颗它能一样吗 对不对 所以说一般像这个大棚种植 不管什么作物啊 很多时候呢都是这个直接去吊腕去种植的呀 因为你这样节省的这个土地面积比较多 像咱们这些这个大棚种植户 本身这个大棚的造价都比较贵 咱们肯定要这个充分利用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西瓜我觉得这个吊腕种植也是可以的呀